好了,又是未來和大家玩玩玩具的環節 今期未來就想和大家介紹的是 應該說這部分我會分五個 五個視頻來說 為什麼呢?因為今期要介紹的是 算是比較新的其中兩彈之一的掌動系列 就是這一套,有老實人 雄爹,以及 埃斯德的拳擊型 還有那個柏拉德 我忘記了 今期我會抽的是 先說拳擊 我會分為一個獨立視頻 先讓大家看看包裝 以後就開始會簡化來講 就是這樣的 這個包裝以前有糖果 但現在已經沒有糖果存在 我個人覺得一分錢一分貨 反正在國內買就是比較便宜 但如果是未來這邊買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未來入手這套真的好貴 差不多計算是49.99 再加8元運費 計算大約60元 差不多70元美金 我當你70元的話 7749.49.49 港幣或者人民幣 那 真的很貴 老實說在國外玩這些日系 這點是我真的認的 玩美系便便宜 今期我會介紹的呢 就是他們 廢話不多說 為什麼我會把這個包裝都開了 因為這個是特效包來的 特效包 到時我會對應每個騎士 去介紹他們的特效包 那盒就基本上沒用了 然後就拍入眼圈 就是看到這一堆 東西 這個是貼紙來的 這個是貼紙來的 這個卡拉德的硬幣 的強大配件 那配件包裝 基本上就是這樣 的了 就好了 因為它沒有配支架 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 開了來用都要 很頭癢 是 怎樣 拿位置來定住 然後就開本體 那今期要介紹的是 拳擊佬 我個人比較 喜歡的是 這隻 和這隻 剩下的那三隻 其實都OK的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兩隻 那 目前來講 這一彈不是最新的 這一彈是之前的 最新的那一彈應該是 比利多 那隻叫什麼偉大龍 那一套 但未來未能入手 那再下一期 就是 我比較期待的就是 有 那隻叫什麼 量產型 這裡 那好了 那我就來開玩這隻 開了盒之後 這個盒就廢了 題外話再 再跟大家講 下期開始我會介紹 例如 我也是會這樣放這盒 舉個例子 例如這隻 因為已經講完 我就會淘汰 不會再講 給大家一些新鮮感 例如下期要介紹這四隻 其中一隻 那我就會放這四個盒 我例如要介紹這隻 那我就會抽這隻出來 再下期介紹這隻舉例 那就會剩下兩盒 如此類推的來 縮減這盒 給一種類似新鮮感 大家猜一下我下期會 介紹哪隻 那好了 說回重點 今期的主角就是他 拳擊老 XA 那我個人覺得這隻 我真心覺得做得 是 OK的 真的OK的 我亦都覺得這個形態做得 很好 漂亮 那 那 大家喜不喜歡 就 見人見子 我個人是喜歡的 那 那 作為一件 食玩呢 它有一個 地台 那地台 我就不用 不開給大家看 大家知道什麼好事 作為一隻 食玩來說 是很高質的 那 頭 刁方面 就給大家看看 那 這個系列 可以變成 一個 叫 手掌型的 真骨刁 對了 那 它 Bandai 的 那個 盒碗 是出了很多 很多 有 還有 另外一些 是穿 替換 甲可以 交替 用的 那個 我忘記了什麼系列 那個系列 整身都是貼貼紙的 出的最多是 那 叫什麼 海帽 那 好了 先貼了一張貼紙 那 它 心口要貼貼紙 這件事 就 無可厚非 因為 畢竟 小小隻 容易 吃 就是這樣 那 那 我現在覺得 玩這個系列 其實是 挺划算的 小小隻 又不難 儲 給大家看看 這個 總體方面 那 QC方面 我覺得是OK的 偷飾問題 亦都不算太嚴重 配件方面 就沒有 大家看看這個 頭雕褲賴的問題 我先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那 有上色的 質量的小小問題 那 就是 七面不平 但是個人是可以接受的 畢竟你這隻是屬於 呃 食喚香 就是 類似一些堂裡面送的公仔 都可以接受的 來看看可動的 為什麼這隻會叫做 手掌型迷你版的真骨丁呢 因為它的可動真的跟SXF真骨丁很接近 手的可動 然後 腰的可動 然後 腰的可動 腳的可動 腳的可動 個人覺得是 不算高的 這個 膝蓋的位置 但是 符合 只可以這樣說 符合 可動的要求 就是這樣 基本上 跪下都可以 是很自然做得到的 大家看不看到 就是這樣 那 就 配件方面 因為這隻拳擊佬 是沒有什麼 配件可言的 就是 一套拳擊 所以的話 是 沒有任何配件的 但是我個人都接受到 這隻XCDOR 其實幾型的 普通版的XCDOR 我沒有買到 所以 做不到 參考給大家 所以就是這樣 題外說 就是 掌棟也是有 一個致命箱的 這個 不用說 就是肩膀 這個位置 我這樣放在這裏 舉起了手 很久了 這裏是會這樣彈起的 但是 視乎自己怎麼看 反正這隻我覺得是幾漂亮的 其實 其實 它的DATA 做得是 到位的 但是不算出色 它 只是可以說 這一隻 應該這個系列 是交足公佈 但是不算做得好 因為可以看到 有些側面不平 這些小問題 但是作為一隻 就是 糖果類 就是 你買盒糖裏面 送的一隻玩具 這件事是可以接受的 而它 到位一件事 這個火 亦都是 不需要貼貼紙 是真的印出來的 身上這些火焰紋 這一點是很用心的 那 後面這些 這些正常應該都有油色的 它那個TV版裏面 但是它就偷了色 沒有口飛 是因為成本問題 可以接受的 那 這個系列 我最滿意的 就是現在 它的腳底是沒有偷膠的 以前 就是整個中空 偷膠的 就是這樣 那 今期的視頻 就介紹到這裡 下期再和大家玩 廣東玩具 拜拜